抓特点画简笔画 第三课 弧形的作用 画龙点睛 不画那只眼睛呢 龙还在那 画了那只眼睛呢 龙就飞走了 所以画龙点睛 表示生动有力 弧形就有这样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画 一只孔雀 熊孔雀 熊孔雀呢 是可以开平的 画它的头 它的脖子 身体 再画它的翅膀 然后呢 我们画它的开平 它开平是不是为了吸引此孔雀呢 是有这种说法 如果我画成是半圆形 就这样哈 孔雀头上呢 还有罐 再加上它的眼睛 它是彻子的 所以我们就画一只眼睛 它的腿 好 别人也能看出 它是孔雀 但是如果有些人还看不出它是孔雀呢 一个特点不够 我们说过 再抓一个特点 孔雀的 开平上面呢 它有很多只眼睛的 有人说 它是为了吓跑敌人 到底是吓跑敌人呢 还是为了吸引此孔雀呢 这个我们不管 椭圆形的 很多只眼睛 这样我们能够看出 它是孔雀了 一个特点不够呢 就再抓一个特点 就再抓一个特点 这样我们已经看出 它是孔雀了 但是感觉啊 这只孔雀好像死死的 非常死的感觉 都不飘逸 这里我们就要用到弧线了 弧线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用一些弧线 再用一些弧线 是不是漂亮一些呢 其实我们外面这里啊 这个开平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弧线 它就飘逸很多 比如说你看啊 我们稍微改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它就会飘逸很多 就会飘逸很多 就有生动有力 画龙点睛的作用 你还不信啊 我们再看 我们画一个半圆形 然后呢 干钩 大家也知道这是什么 是蘑菇还是伞 其实我要画的是伞 如果你一个特点不够 别人不知道你画的是伞 加一些雨滴啊 加一些雨滴啊 别人就知道 这是伞 空中啊 加一些雨滴啊 以背景 来衬托出 你画的是伞 然后呢 然后呢 以 加雨滴 以不同的特点 再抓一个特点 表示你画的是伞 是伞 但是这把伞呢 又好像 非常非常的 死板 古板 所以我们就要 用到弧线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 再画一把伞 我们不再是画半圆形了 我们用弧形 加上弧形 然后 这样一把伞 是不是生动多了 好 再加一些雨滴 加一些雨滴 就是一把伞 如果你想要把它变得更加可爱呢 你可以画上眼睛啊 嘴巴 就变得更加可爱了吧 对吧 好 要它的笑脸 就变得更加可爱了 所以呢 狐蟹是很重要的 画龙点睛 生动有力 不过有些动物呢 它本身啊 它就要用到狐蟹 你比如说 我们画绵羊 那你就要用到狐蟹了 绵羊的头 耳朵 然后呢 就要用到 狐蟹了 它的身体 随便画哈 就要用到弧线了 它的 尾巴 它的脚 随便画哈 这就是绵羊了 绵羊就必须 要用到弧线 我们再画甜甜圈 甜甜圈怎么画呢 甜甜圈是这么画的 首先我们画一个 大大的圆吧 不是很漂亮 没事哈 我们再在中间的部位呢 画一条横线 再画这样 它已经有甜甜圈的样子了 注意啊 学简笔画的时候 细节也很重要 它们有一些糖 一小粒一小粒的糖 对吧 一小粒一小粒的糖 中间要留出空 这比较粗 留不出来 这就是甜甜圈 就更像了 再抓一个特点 就更像甜甜圈了 但是这样 好像又有点死板 你不是很想吃对不对 我们用弧线 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加上一层的奶油 哎 弧线 哎 这是不是更想吃了呢 是不是更加诱人了呢 的确是这样 如果你让它变得更加可爱点呢 就画眼睛啊 因为有点粗 再画笑脸 哎 它就变得更加可爱了 所以这一刻呢 就学习弧形的作用 常常起到 画龙点睛之笔 其实不仅仅是弧形 在画一幅简笔画的时候 常常找 这幅简笔画 要画得漂亮 可爱 什么地方是它的点睛之笔呢 我如何加上点睛之笔呢 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好 这一刻就上到这 拜拜 拜拜